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是由我们杨家璋 杨老师带来演讲 请大家用掌声欢迎 谢谢 各位同心 大家午餐 很欢迎你半天来参加我们民政府的客庭 有爱台湾的人不要用嘴说 要付出你的行动 当然方法要对啦 方向也要对啦 我们台湾人四百年来 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传播 真的有很多人付出行动 付出了行动 但是都方法不行 到最后呢 都被锁进了政治炼狱里面 还以为这样是在爱台湾 其实都不行 台湾人如果没有走进国际社会 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公平的 国际身份地位 恢复到正常 台湾不会有未来 不要寄望民进党 不要寄望台联党 他们也奋斗了那么多年 有结果吗 我们有没有给他机会 有啊 有笑吗 没笑 问题出在哪里 这两个小时 好好讨论一下 因为他们认不清楚自己是谁 好 来 我的题目 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我的我 我哪有三个我 文言文 落口令 不是很好解释 简单说就是 我们都错误的认知 以为自己就是中国人 简单讲 实际上 你内心的那个我 是错误的我 那谁讲的 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注意哦 不是台湾总统 台湾什么时候选总统 没有 他们台湾人不是去投票吗 是啊 你台湾人去投中华民国总统 你又不是投台湾总统 我不是我的我 我的我是不是我 我叫李登辉三个字 他站在旁边 哇 你看这个 这个应该 不是年轻时候的照片 这是他最近的照片 他说什么 这个李登辉前总统 当过台湾总统 当过中华民国总统的人 都在扪心自问 他也不是很了解他自己 那在座各位 那几个人真的了解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 我是什么 我什么星座 我什么爱他大自然 我四号是什么东西 那个叫了解自己 应该不是那个意思 反而是要去找别人 用别人的眼光来看看你自己 说不定 你的内心世界 别人比你更懂 那他就是说他不是了解他自己 当然他 他也不了解 更加不了解 他人 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东西 真的是中华民国 我认为李登辉应该是 翻了一些机密档案 当总统才可以 才有资格翻了机密档案 把他自己搞乱了 好 我们的课就是 我不是我的我 好 我最课的 可能 帮他他少人 因为每次调查 有人 听得懂中国话 听不懂 台湾话 有人听得懂台湾话 听不懂中国话 很麻烦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 台湾话 真的是台湾话 不是啦 那是闽南话 客家话 台湾话是什么 高沙族的语言 平谱族的语言 再做了 如果你不是高沙族 你应该就平谱族 你会讲平谱话吗 我会讲台湾话 那不是台湾话 那外来语 那政成功 满清国带过来的 好 好来 开始讲政客 那首先要有观念 外来政权 外来政权的阴谋 四百年来的强势外族同志 他有创造历史 解释历史的权利跟偏好 同意 因为怎样 因为他要延续对台湾的掌控 那永久 永久 永久 从台湾掠取不公不役的政经暴力 你应该可以想像 官商勾结 要不是有科匹 今天这个 马英九跟郝隆斌就这样被他混过16年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要处心居意的遮掩废弃 正正的台湾史 然后开始杜撰 台湾官戶结 这边郑成功 官戶台湾 这边蒋介石 官戶台湾 真的乱写 写到最后 真的是任主归宗吗 我看是任贼作福 台湾自古以来 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乱尬 不是 为什么不是 1600年 1600年是 明朝 那正成功也还没过来 就已经有很多日本人在这个福尔摩沙岛 大远 大远 现在的台南附近 那到17世纪初 其实都是日本人在掌控 谁讲的 开始找证据 来天主教耶稣徽 馬尼拉 撒拉札主教有共诡 他说当时也有荷兰人 在那里 在台湾岛进行出租 那实际原因是因为 日本幕府 的许可 德川家康 那时候 主政者是德川家康 那才可以在澎湖 然后转进到 福尔摩沙岛 那个时候的澎湖 有中国的驻军 当然他驻军不是 一年到头驻军 他是有季节性的 那 中国政府就把他赶走 所以荷兰人就 从澎湖 跑进了台湾岛 然后向日本 进攻 那台湾 那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来过 哎呦 乱讲 我们 中国人就跳出来讲 有啊我们很多渔民啊 都那么进进出出 有啊 然后我们树上 都是什么 琉球 宜州啊 就讲台湾啊 所以台湾我们早就知道了 他这个地方没有讲错 可是这个地方不代表 他就拥有台湾主权 大家也都来来去去 荷兰人也来啊 西班牙人也来啊 可能你们中国人来而已 那不可以说是你们 那这样 那跳出来 那我们也来过啊 那也是我们的 那西班牙跳出来 那我们也来过啊 那到底算谁的 谁同志啊 日本啊 还有啊再找 来 明末清初 彭孙怡 自己写的 近海志 台湾是啊 日本所占据嘛 那荷兰人啊 来的时候啊 各位 要纳税呢 每年要纳 陆皮三乱章呢 给日本政府呢 是给你中国政府嘛 那怎么说 台湾是你们的 哎呦 我们读历史都没有读到 那刚刚第一页就跟你讲了嘛 他可以捏照嘛 他可以掩饰嘛 你在暗砍嘛 那荷兰人是因为旅居日本的 华侨李丹啊 这是中国人啊 这是郑志荣 郑志荣知道了 郑成光他爸爸 有那个生意往来 这个人 然后就承诺 每年向德川幕府 进贡三万张陆皮 那当然这陆皮是从 台湾岛 列取来的 然后在1620年之间 得到允许 到1662年 郑成功才进来 那谁先进来 谁先统治台湾 再讲 荷兰人 鎖国令 因为日本办法鎖国令 所以日本那时候 台湾岛他就买国了 那台湾岛买国的时候 那我们人就欠人了 开始引进中国老公 然后进到台湾岛来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汉人过来 那个来的都是当老公 也不可能全家都来嘛 对不对 拿来去去的嘛 那有些就怎样 就逃掉了 然后就混居到这个贫朴族里面来 所以 现在的台湾人 有没有中国人的血统 当然有啊 但是那个也才来一代而已啊 那跟贫朴族结婚 然后后代又跟贫朴族结婚 后代又跟贫朴族结婚 我请问 那中国学人存多少 很少嘛 不到10%嘛 对不对 甚至连1%5%都有问题 那英国剑桥大学也有 你看13世纪 所以推论有没有 提早300年啊 你中国人讲什么 不然你再推嘛 那你还要比日本更早嘛 没有 所以讲真的啦 甲午战争 日本打赢满清国 日本取得台湾岛 所以甲午战争是日本人 光护台湾 还是窃聚台湾 光护台湾嘛 对不对 什么叫光护 本来就拥有 后来失去的嘛 现在又要回来嘛 对吧 我日本又要回来台湾 台湾又回到日本 的怀抱啊 所以甲午战争是日本 台湾光护结 台湾光护结不是10月25号 好 来大清一统 一统治啊 这一个古早青 有啊 台湾府 自古方府自地 不通中国 属于日本 中国人跟他死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对吧 都没教 怎么可以交给你们 你们的声势就是要暗闪起来 你统一 读中华民国编的教科书 对吧 所以 一人说的时候 说这有的没用 啊 亂说 找的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说 对啊 你那个书不是这样写 你那个什么书 中华民国交的教科书 那个教育书我也读过啊 对不对 我现在拿新版的给你看啊 好来回到现代 好 柏村 柯文哲他妈妈 去年11月 选台北市长 好柏村 突然就冒出什么 皇民 皇民后裔 皇民后代 有没有 那新闻也吵了一阵子 那柯文哲妈妈就觉得说 你在骂我们 骂我们是日本人怎么样 那今天柯文哲他妈妈都搞不清楚 自己的身份地位 他妈妈没有经过日本时代吗 我就不相信 一定有吧 搞不清楚 那台湾人 你是不是皇民后裔 好柏村所有就算嘛 好柏村不是只讲一次 一个礼拜后又去南部 某一所大学办演讲 他又在讲皇民后裔 到现在 好柏村 有承认说他讲错吗 没有 那表示 好柏村 认为 他没有讲错 所以我们是皇民后裔 从哪里看出来 1945年4月1号 台湾正是那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这 日本天皇颁发招书 说从现在开始实施民治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 那一个领土实施宪法之后 那这个领土上的所有老百姓 那这个领土上的所有老百姓 比照本国人 内地人 享有所有的权利跟义务 包含 服兵力 做国民义务教育 缴纳税金 然后法律 日本帝国法律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变成真正的日本人 跟东京人 跟大阪城的人 跟本州四海九州北海道 享受一样的权利跟义务 有这天开始 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会说 那满清国 满清国更早 那为什么满清国就不能讲 台湾是他满清国神圣国土 往后再提 后边都会有说 但是你要告诉你 真的是有这天开始 这也不可分割 可是后来二次大战不是又打输了 打输了又怎样 只要是人家的神圣国土 打输了 顶多占领而已 不可以变成你们家的国土 我就用证据 你看这些还有那些大官员盖印章 写毛笔字 这可以骗人 所以那一天真的有颁发 天皇诏书 真的说要实施明治宪法 来 布袖 布袖也有勘 所以这有可能是日本人造假 造假又勘到布袖来 我造书 4月6号 在台湾翻报 那台湾人有没有派 派议员 去日本当议员 有啊 林献堂总该有听过吧 台中 乌丰临家花园 林献堂 这就有谁跟你说 中华民国有没有说 没有 来 问一下问题 来 是非题 1887年 台湾建神 这个我们的 中华民国教科书有讲 澎湖属于台南府 派有官兵 驻守台湾澎湖 实施大群立法 那这样 台湾澎湖 已经是 清国神圣国土 不对啊 那一般化证书 那我们这有诈 请问对错 错 很好 那为什么错啊 那为什么你们日本对我们中国就错 是什么 是什么 因为一些大清律法 只是在统治台湾人 扣税金用的 预防你 有没有反清负民地造反 你并不是说 把台湾人 比照中国人的大狱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 我说 来 你有归属的中国人吗 有 你和平埔族 那是有什么土地纠纷 什么外国纠纷 那平埔族 没有汉话的 他们都判输 有汉话的都判赢 所以这一段 叫什么 大清律法实施在整个 那个台湾岛上 不对 台湾居民 有没有 不想有全部的大清律法 这官兵在抽税而已 管理他们的人员 顺便看看 你有没有在搞反清负民 更何况 全台湾岛 满清国没有统治全台湾岛 为什么叫满清国 清朝 清朝 你讲清朝 清朝就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亂说 请问一下 满清有一个大的 从长城 长城北方下来的 女真主 对那个中原地区的人来讲 那是外族统治 外国人来统治 外国人来统治 外国人来统治中国人 所以讲真的 陶安岛什么时候被你们中国统治过 螢幕上的 看电脑的 陶安岛什么时候被你们中国人统过 陶安岛是被满清国女真主统治过 我们郑成功 我们郑成功中国人 郑成功来 郑成功 郑成功他妈妈是哪一国人 日本人 他爸爸咧 他爸爸是中国人 是吗 他爸爸是海盗 那请问海盗 有国籍吗 海盗会 这个中国 所以我们这海盗就不强 因为我们海盗是中国人 我们就不强了 海盗是没有国籍之分 只要有钱财就强 所以郑成功应该是没有国籍 有国籍跟 无国籍跟日本籍结婚小孩 日本籍 所以郑成功应该是算日本人 你比如说 可是中国历史不是说 郑成功怎么样 民族英雄 这有一个很贪的 因为 明朝 实在是国事很衰微 所以他需要 郑成功 郑成功 这一卦的海盗 是给他官位 这我们没说 这已经 不是我们这一堂课的 重点 好 来 再问一条 答案太早了 来 日清交付战争 签订马关条 清国皇帝 将陶安全岛跟澎湖 永久隔壮给日本天皇 也有人拿这个 拿这个事实现象 来图 你说你们这个你看 所以这个 这个 请问一下 这个这样对不对 这个答案是错 请问错在哪里 永久隔壮给日本天皇 错在哪里 知道吗 满清国没有将台湾全岛 隔壮给日本 不然多少 只有六个汉人屯肯去 北部 最北部就是宜蘭 那到南部就是屏東恒村 那花蓮台东 中央山脉 200多年来 中国政府 清朝政府 清国政府 没有统治过 所以满清国从来没有拥有 全台湾主权 他当然没有资格 把全台湾 让给日本人 那也就是因为还好 还好 200多年来 满清国 没有统治过全台湾 也没有把全台湾的人民 当成他的人民看待 如果有 那我们今天不用玩了 我们就中国神圣国土了 就还好他们没有 所以台湾人才有机会 跟中国做切割 这证据 人家这也讲 1951年 仍然是日本帝国的部分 1951年 換算一下 民国40年 来看一下 那里头 这 这 郑成功 郑成功 光复台湾 哪里是光复台湾 这台而已 郑成功 光复台南 乱讲 郑成功哪里是光复台南 郑成功是什么 占领台南 他什么光复 他曾经拥有台湾 没有 没有哪里叫光复 而且告诉你 郑成功 占据了台南之后 一路就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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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公 郑成功 时代大概同志这么多 这一路都被 郑成功屠杀 郑成功屠杀 台湾人 不会输给蒋介石屠杀 台湾人 都没有讲到 真的都没有讲到 就是来台湾政府 才有提到 看一下牡丹社事件 我现在都要找资料 告诉你 到底是不是日暑美战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台湾人 是日本人吗 找一些资料给你 来 满清国 吏铺尚书 毛藏西 生番皆化外 犹如贵果的虾仪 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 日本 琉球 有一艘船 可能是因为台风海难 飘到台湾岛 屏东恒村那里 被我们的原住民 今天咔嚓咔嚓咔嚓 四五十个 砍到死 剩下十几个 一路逃 逃到台南去 去报 当时的什么 满清国的官府 叫他们来处理 那日本人 就跟满清国 躲到桥 那日本外务 外务大臣就说 柳元 这人就说 那生番杀人 那贵国难道 您都不处理吗 如果这样子 那我们要出师 问罪 但是 因为啊 这个 番域啊 就没有被你们 没有被你们啊 統治啊 感化的 汉化的番域啊 可是跟你们有相接啊 那我说 必须告诉你们啊 免得说到时候啊 伤了两国的和气 你看 准备要来的 还通知你们喔 日本还通知满清国 我可以来你打招呼啊 你这人就说 化外之地啊 有没有 啊 生番属于我国 化外之地啊 问罪不问罪啊 由你们自己去裁夺 那请问一下 台湾岛什么时候 是满清国的 什么时候满清国拥有全台湾 可是我们的书就是很模糊 就关乎台湾 关乎台湾就好了 然后全台湾喔 变成什么台湾省 满清国建省 都在打迷糊仗 所以讲到这里 加油战争 日本关乎台湾 可以正确 我们是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也是正确 不是拿班教师而已 你看 連中国人都支持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是日本人 那再看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来关于他领海的声明 你看 1958年 在北京 那这个字有点长 来看一下就好了 台湾和澎湖地区 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 1958年美国占领 所以台湾岛这块地 日俗美战是正确的 日本天王拥有 可是被美国占领 連你们中国都这样讲 很多东西 很多证据 很多话语 都不是台湾民政党讲的 都是外面帮我们讲的 可是他不可能正对台湾民政党讲 对啊 应该台湾人都知道 台湾人都这样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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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明天再上班 不管他谁讲的 无所谓 所以台湾民政党在那里 在怕怕死你 更早之前是 没有上课 四年前开始上课到现在 全台湾大家马上当有台湾民政党 好啊 要換政府 換 換我们再来办就好了 換我们再办成文件就好了 那种心态 那你这样怎么敢走 中国人 台湾省占领计划 这个话喊占领计划 去问什么 二次大战 蔣介石要进来 他们内部的公文 不然你自己看 总部基于34年9月9号 日军 在南京 怎样 准备要接收 竟然抬头是讲占领计划 中国人要来占领台湾 嘴巴跟你说 关乎台湾 内部制造叫做占领台湾 你觉得很矛盾 自己去想 有些东西 因为时间有空 所以有些东西都是 交代过了 我就不再加个人的想法 因为时间有限 在讲18章而已 来 薛瑞福 美国智库 有一个专案机构 编码叫2049 2013年的时候 在华府智库 传统基金会发表 美国是基于美日同盟 他要履行 台湾关系法 防卫义务 也就是说 台湾是美国占领的 他有义务保护台湾 那根据什么 美日同盟 台湾关系法 所以今天 保护台湾这一块岛 不是中华民国 要老鹅 其实很多中华民国老鹅 从来都没打过仗 就那么一天 在马路上走 就被中华民国的国军 抓上船 然后就直接到台湾岛 无一种人 多的是 因为在那边保护台湾 根本就寄生在台湾 对不对 来 开始找 刚刚讲的都是 日本的证据 现在找 美国占领 有什么 有什么是美国占领地 台湾岛真的是美国占领地 台湾岛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是美国协助的 那以什么 独立分离关税领域加入 那这个是 李登輝时代 叫蔡英文去办的 回到的时候 美党就问 你怎么用什么名义 蔡英文是台北 那什么名义 不是 是用这个 独立关税领域 那独立关税领域 你就是占领地 你就是占领地 所以这个告诉你 中华民国没有台湾主权 台湾一直都在美军保护 再看这个 这个是几年前 日本 311大海啸 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国人 美国僑民 他们就要暂时撤退 那有一些人就撤到台湾来 你看 这是AIT的官员 在桃园机场 直接设柜 然后电脑他们自己玩 然后就这样进来了 然后就出去了 美国在台湾桃园机场 设海关亲自处理 撤墙 那当时 我们中华民国的马云九总统说 美国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 我们愿意协助你 不在插 继续玩他的 所以这些人 到底里面有多少人 什么身份地位 你问中华民国海关 查误资料 你中华民国公立 擁有台湾主权 你根本就骗一下 美国 不乖 美国违反什么国际公园 美国国际理 什么外国 那不懂的人才这样讲 直接央央大国不需要跟你搞这种小动作 你到底在说什么 台湾的你看懂了没有 你们所热爱中华民国 办选举都热爱去投票中华民国 没有拥有台湾主权 我爱来就来 来 苹果日报 这一周刊也有 这记得见 这支什么 中华民国国旗 这是海军旗 美国国旗 这个杂志一刊登之后 两天三天之后 你到书店找不到了 第一天就很难买到 听说是被收锅 可能是民众胡适 国民党民众胡适 都吹哨 所以在日本可能买不 不过这张照片 网路上有 那台湾州有个童星 当海军的 亲自跑来跟我讲 杨老师 这张照片没有造假 这不是电脑合成 你说什么 他说 我们海军出去 在军港 只有这一支 到外海去 这一支就拉上去 然后要进到 台湾岛军港 这一支就拉下来 就剩这一支 代表什么意思 他骗台湾人 那你又说中华民国 用了台湾主权 我跟你说 中华民国是美国的什么 小裸裸 这一支 这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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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国旗的 你网路上 这新闻 画面节路的 什么旗子 我跟你说 这些旗子 我们都没有看过 这都是美国各州州市 美国各州州市 才是一支中华民国国旗 你觉得很奇怪 啊 那台不中了 那一支要扭掉 大辣辣辣 就才 放在正中央 这个人要上去之前 他不会看见 放错了 他就撤下来 我再上去 那为什么没有撤下来 就站上去 这在说什么 各州州市 插一支中华民国国旗 跟你说什么 你台湾主 你在中华民国的政权 你跟各州 是同样 类似一个平等地位而已 就是说 台湾是美国的 国土 不是国土 台湾是美国 为合并的 海外领土 台湾是美国 为合并的海外领土 那这样子 我们可能会变成 美国第五十一州 不是 不是 这样讲不对 什么叫 美国海外为合并的领土 就说 只要在 战争期间 被美国打下来 攻占下来 占领下来的 岛屿 领土 通通先归类在 美国为合并的领土 那将会不会合并成五十一州 那未必了 像关岛也是 很多 太平洋很多 小岛也是 都是 未合并的领土 台湾岛 台湾岛 我在管的 台湾岛 美国人在管的 看我 这F18 这又不用说 什么叫预防性降落 就是说 可以不用降落 先预防一下降落 在演习 在演习 可以挂着飞弹 然后直接就降落到人家的领土上面来 你也不是说飞机的 真的是故障 就一定起火了 对不对 遥遥欲坐 我砍出来 根本就不是 你不是可以拿着飞弹 武器 然后进到人家的领土去 我问你 有别人 帮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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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拿刀枪去帮同 有 没有礼貌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下来 他做给你看 你知道 做给我们台湾人看 当然有人看懂 看懂又怎样 好好好 他也不会说 看懂 这样好 中华民国人家出去 他人没有那种反应 他人当努力 当习惯 你再想想看 这架飞机 在属于什么 航空母舰的东西 怎么可以飞来飞去的 也就是说 台湾岛四周 真的是 美国航空母舰 在巡航 所以真的是 美国人 在保护台湾人 看懂吗 所以中华民国的国军 怎么最近感觉上 都没有军纪 半七八糟 正常 外面的事情 美国监管都好了 美军再保护吧 中华民国的国军 只是领甘心而已 在里面 當游乐园 不然就叫他做啥 就彩策就好了 台湾人的钱 真正 每日安保条件 写完之后 都一直在修订 這裡還在說 你看 2010年美國發言人 重申每日安保條 還包含釣魚台 還包含台灣 所以台灣島很安全 不是中華民國國軍在保護 只要台灣海峽有什麼動盪問題 其實美國都會跳出來 所以你要安心 而且 安倍晉三宣布集體自衛權解禁 已經不叫自衛軍了 叫日本國的國軍 國軍跟自衛軍就不一樣了 自衛軍真的是 你的領土供侵犯 無力侵犯 你才可以還手 那國軍就不是 他只要感覺受到威脅 我就要還手 所以差異性就很大 誰在保護台灣 看出來有沒有 美軍 1996年 三顆飛彈 那時候剛才 李登輝在選總統 國防部長 就對克林頓說 這個演習已經違反了 美中之間不使用武力的協議 所以 只要兩隻 航空母艦 哪個可以選出來 而且是上報 大喇喇的 跟全世界講 我們來了 要看一看 這個陳水扁 AIT 有沒有聽過 AIT 什麼叫AIT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 知道 就那些 要去美國 要旅遊 要遊學 還是要移民 都要找AIT 來看 陳水扁講過什麼話 在我任內期間 我曾多次接收AIT主席 指示行事 怎麼聽AIT的話 對 即使這個指示 影響到我總統決策 我都要受命照辦 不恐怖 就算影響到我總統決策 我陳水扁 也是要 受命照辦 在說什麼 中華民國是人家的小裸裸 對不對 人家的心路而已而已 AIT AIT 不是美國的公家機關 AIT是民間組織 AIT是民間組織 不是 台南政委在講的 電視上那些民主 對啊 有很多人在講AIT是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怎麼會管中華民國總統的事 民間組織可以管國家 不行 對 民間組織管民間組織 中華民國是人家的民間組織 聽懂嗎 中華民國是人家的民間組織 我搶誰 他不是國家 所以美國在衝什麼 美國是佔領的 可是他都玩 我們常進人的遊戲 他們都在後面下製造器 他們都在他的心路 都出去了 老闆在後面 他心路什麼人 中華民國 事不應沒有 我聽過 陳水扁當選總統 其實我們那時候很支持他 我們家也很小 我們家每一個人 有投票權開始 我們都當綠色 都當民進黨 所以陳水扁那時候 台北市長沒有選上 我們也很痛心 我們支持到底 然後他當中很高興 希望說他那個什麼 總統就職典禮 我們知道講一些什麼話嗎 譬如說台灣要怎麼樣 要獨立的 要怎麼樣 結果沒有 說什麼 事不應沒有 事不應沒有 跟台灣要成全獨立國家的不相干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美國下了指導旗 這都美國叫他講的 我相信陳水扁當了總統之後 蛤 事情怎麼這樣 中華民國要有台灣主權 結果是不會 原來是美國在背後操控 你看這個 不可變更國 不可搞公投獨立 你看 光是這兩句話 多少台灣人 啊 回票就沒效 對不對 台灣人不是獨立 回票就沒效 突然就沒效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來 先講 講一下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大家知道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國內法 這句話也不是 台灣民政黨在說 外面的民嘴 電視民嘴也不要說過 你要注意聽的時候 你會知道 真的也說是 美國國內法 什麼美國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不是給中華民國用嗎 中華民國是美國國內法 你會覺得很矛盾 為什麼是美國國內法 來 那是美國眾議院跟參議院 投票表決 第1979年 有沒有 有沒有 壓倒性支持 有沒有 然後 卡特總統 就簽署 正式成為美國國內法 然後就開始生效 大家投票表決 好不好 好來 卡特總統 來 簽名 來 台灣民國總統 拿回去 好好管理台灣 台灣關係法 有給台灣 中華民國的什麼 立法院審核 或立法院的什麼 外交官 在那裡 跟美國在那裡 沒有 美國收到選 你把它吞下去 就對了 你就照做就對了 你再說 中華民國要有台灣主權 我真的很不相信 中華民國有 把台灣的官員 還好 他要好好照顧台灣人 這可難才會看 政權哪不敢走 講真的 台灣人不會幸福愉快 你如果說出國完就很麻煩 拿來綠色護照 就很麻煩 有關美國國內事務 法律的制定 就是由國會議員掌控 外交事務 就是總統來決定 所以這是贏的 國會議員決定 所以國內法沒錯 美國國內法 所以剛剛那個 那個 ISIS 插的去 美國各州州市 還插去中華民國國市 有道理 國內法也是有道理 你要稍微講一下 來 台灣關係把它抓個幾個重點 大家來看一下 來 第二條 關於政策判定跟聲明 由於美國總統已經終止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之間的這種關係 所以就有必要制定這個台灣關係 你看 特別括號 特別括號 1979的1月1號 美國稱它叫中華民國 那從現在開始 只能叫台灣治理當局 只能叫台灣治理當局 好 Astority 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 中華民國 真正 亡國 再也醒不來了 這天 真正亡國 那之前還有亡國 今天中華民國死掉好幾次 先變植物人 後來 敲去 那叫人公夫妻 再活起來 再敲去 現在已經敲去 從這時候敲去就沒有再活下來了 但是 台灣人抱著他的什麼 是人命的贏 再來第三 本法律的任何條款 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 所以這個太好了 被我們台灣民政黨找到什麼 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我要告你 忽視台灣人民的人權 這個要特別講 當美國法律中有提到外國 外國政府 類似實體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把台灣島 也包含在內 一起用 那有人說 那這樣太好了 那表示說 美國把台灣當成一個國 你覺得這樣對嗎 美國如果把台灣當成一個國 那這樣子為什麼只寫台灣 他應該要寫日本 西班牙 葡萄牙... 對不對 你還要嚇台灣 你懂我意思 那都去他們創不知道 來 這裡也寫 AIT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AIT 美國再來協會是個什麼 非營利法人 總統所指示 非政府機構 所以它是民間組織 當然是美國 美國行政部門 授權給AIT 你去台灣 要處理台灣的問題 然後就順便管管中華民國 順便監視一下 我這個總管 到底沒有給我亂搞鬼 來更進爆的 第十五條 來喔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的這個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治癒當局 所以現在叫做台灣治癒當局 以及任何階梯的治癒當局 這個叫做強勞 任何階梯 叫做繼承者 你說 台灣島 的管理權 目前是 這個啦 以前的這個中華民國 現在改治癒當局 那將來 可以有繼承人 我跟你說 那繼承人是誰 自己想 你知道 他民政府 其實這樣說 不是很正確 不是很正確 我們不是 直接 繼承中華民國的政權 我們不向中華民國接政權 我們是 向美國軍事政府接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把中華民國的政權 要回去 再 轉接給我們 不是我們直接跟中華民國一樣 這樣會起衝突 你懂的嗎 一個 你 一棟房子 要做人啊 你倆的房子一喊就好了 我家的老闆不在乎 這樣喔 你上任的房子 要處理好 交給房東 房東再交給什麼 現在任的房客 擋換意思 他有繼承人 這代表什麼 簡單啊 這就看出來了 中華民國是死的啊 騙人的啊 不然哪有繼承者 哪有接替人 既然你們家的東西 又是繼承者 還要美國來決定 那很好笑嗎 日暑美戰 看懂沒有 有人如果不承認 你如果吹人說 你如果說不完聲 來來來來 民政委上課 三天兩夜就懂了 三天兩夜還有問題在討論 日暑美戰有沒有看懂 來換另一個議題 舊金山和平條約 也可以看出台灣人的身份 那舊金山和平條約 很多台獨分子 也拿舊金山和平條約講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說 日本放棄台灣的一切所有權利 所以台灣無主地 所有台灣島是主權在台灣人民身上 所有台灣人民可以搞台灣獨立 他說 是舊金山和平條約講的 外面那些獨立建國都這樣說 大家聽到說 高興齁齊齁齁 你聽完之後 為什麼不回去 還要研究一下 舊金山和平條約到底寫什麼東西 網路上去查 中英文都有 那舊金山和平條約是誰寫的 來接一下 舊金山和約 起草人 你搞人是誰 吉田茂 杜勒斯 吉田茂 日本人 杜勒斯美國人 這兩個人 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 在那裡喬喬喬喬出 舊新山和平條 我們來看這兩個人怎麼講 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1963年 舊新山和約已經簽完了 已經生效實施了 換算民國52年 日本只是 只是放棄台灣主權權利 上有台灣領土主權義務存在 你看這人說的 因此免安保條要包含台灣海峽 舊新山和約的人 都沒有說 日本天皇完全放棄主權 還有義務存在 怎麼說變成你們台灣人民的 台灣主權什麼時候變成你們台灣人民的 舊新山和約的人都說沒有 你外面國際法的撲輸 真正的 換杜勒斯1952年 在美國參議會會議說 台灣澎湖主權尚未解決 日本在合約只是放棄一切權利 那合約中台澎的所有 所有權的歸屬沒有做出決定 那中華民國跟日本簽訂的 日法台北條約也沒有做出決定 既然都沒有做出決定 那代表什麼 沿用舊制 新法沒有出來就用舊法 那新的繼承人沒有出來 那就是舊的繼承人就是什麼 舊的人是誰 舊的人是什麼 所有者日本天皇 我們兩個人都說要沒有給你中華民國了 也沒有說給你台灣人民可以決定 那外面就在發生 所以中華民國你說你又有台灣主權 人家寫舊新山和約就說沒有 台灣國喊台灣獨立的人 你說台灣主權在人民身上 那這兩個也說沒有 那你們在喊什麼 你們在騙錢而已 什麼騙錢 等於外面活啊 台灣要獨立建國啊 我們需要清費啊 奉獻箱拿出來開始錄了 你錄就拿一錄了 吃飯啊拿掉啦 吃掉掉了 台灣人繼續政治聯誼啊 換英國人 艾登 1955年而已 舊新山和約都已經實施了 你看 繼續再講 台灣主權沒有移交給兩個中國 縱然目前流亡中國政權 我這講的更白 流亡 你看 在台灣啊 執行啊 所有的主權 管轄權啊 實施法理上啊 在美國手中 直接 我們都不知道 他都沒有來教 中華民國不會教你啊 那個詐騙集團怎麼會教你 真實的東西 1960年美國最高考驗也有在講 很多以前的資料都一直在講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沒有任何條約將台灣主權 轉移給中國 你看 但是美國有接受啦 中國人的政權在台灣運作 承認當時中華民國是合法中國 因為那時候中國啊 共產黨統治那個中國啊 中共國啊 其實還不是很穩定啦 隨時可能會被推翻掉 所以全世界還不敢承認他 最後兩個重點來了 蔣介石 在他生前 都是穿五星上將軍服 你什麼時候看過蔣介石 穿的隨隨便便的 外套 一般的西裝 沒有 他都穿軍服戴軍帽 有沒有 什麼意思 他要告訴全世界 告訴全世界 尤其告訴美國人 我是你的總管 我是你的小學的 台灣島我是軍事占領 我是軍事總督 我對台灣島沒有野心 台灣島不是我的 是你美國的 聽懂 越南美國輸成 我沒有背叛 我沒有站為基友 穿軍服 我是軍人 看懂嗎 我都在說怪不知道 怪七十年了 七十年殺台人 所以你現在問台灣人的地位 你如果沒找到七十歲以上的人 真的搞不清楚 七十歲以上的人 八十歲以上 當時他也在十歲小朋友 他也不知道 你說現在還活著的老人家 也沒有幾個了解真正的台灣地位 台灣人很偏偏 有的人要跟他有的人 開羅宣言不是說要有中華民國 台灣要給中華民國 我們來看一下開羅宣言 真的有這種慣例嗎 以前有這種例子嗎 講講宣言就可以嗎 你有想過嗎 來開羅宣言 這裡有日本人嗎 這不日本人 你三的人 怎麼說 說一說 把人家的東西拿去 不然我們三個來講一講 講一講 然後猜拳 猜贏人之後 總統我們的 可以嗎 猜贏就101我們的 只要猜贏的人 101就他的 三個人都沒有101主權 猜贏猜贏 猜贏什麼都贏 可以用心弩公報 可以用這個國際會議結論 或者說什麼投降書 然後就可以說已經領土過戶 變成你中華民國的 無論什麼事情 從來也沒有 而且 開羅宣言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一字一字認真的聽 認真的研究 你會發現 開羅宣言 根本沒有辦法 把台灣還給中國 蛤 不能喔 不能為什麼 教科書說可以 你騙啊 你認真看就知道不能 沒有這一種慣例 那剛剛要不要有這種慣例 你總不能說你們 你們 民政府的人講就算 我都找外國的資料 來看這個 自由時報有 自由時報 聯美國的 國家檔案局裡面 針對開羅宣言 非國際條約 非國際條約 不下 來看 他們無法在國際條約的檔案中 找到這個開羅宣言 那不是條約 沒有列入 沒有併在檔案裡面 可是去年 還是前年 中華民國的總統 說條約有好幾種 開羅宣言 宣言也是一種條約 他自己說的 人家說沒有找到 來 所謂的宣言只是一份公報 就是一種宣言 一種 跟全世界講 一種唱什麼 一種意象 想要這樣 未必一定要這樣 我也可以去宣言 我也可以去宣言 我也往下宣言 大佬我的 我有講過 以後就是我的 要宣言 以後一定是你的 好來 所有的國際條約 行政協定 或是一般的條約 或其他協定 都會有什麼 專屬的特定號碼 這個開羅宣言就找不到 所以開羅宣言並沒有在他們的國家檔案裡面 可是開羅宣言有沒有這一份 有沒有這一份報導 真的有 這份報導 是記者寫的 就是三國領袖講完之後 那記者 擬稿 把他們講到過程 把他擬稿 然後對著全世界廣播 他會宣言 對全世界廣播 這是什麼人說的 記者說的 記者說的 都變成中華民國在演的 有拿那個金融稿就說 這是你們家的東西 可以這樣子 那我有來登報 我有開錢來登報 記者有幫我寫一下 101我的 怎麼變我的 真的都亂課 好來 換另外一個段落 我來講 大家都熟悉的中國人 怎麼講台灣地位 孫倫支持台湾獨立 支持台湾獨立 你看看 中博 孫倫說的 1925年 再來 毛澤東 蔣介石 支持台湾獨立 你看毛澤東 1936年 蔣介石 1938年 胡適 周恩來 支持台湾獨立 你看 1941年 1941年 胡適 周恩來 親愛的中國人 台灣如果是你的 你怎麼說 台灣獨立 你應該話說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驅逐 日本 關護台灣 解救台灣同胞 讓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 怎麼說台灣獨立 你 你想想看 這裡邏輯上有沒有什麼 哪裡有問題 你來講什麼 這些中國人在講什麼 他們內心很知道 中國跟台灣是做切割的 疊馬關條的 下關條的 就殘不高 水無量 可是 他 中國人又不爽 不爽 日本擁有 台灣島 好 我就在搞內亂 給你台灣人搞獨立 萬一你們獨立成功了 至少 日本沒有 台灣島 那我將來 中國人要怎麼修理台灣 再慢慢來 所以他想我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內心也知道 台灣不是你中國的 台灣不是中國人的 如果台灣是中國 神神不可分給領土 沒人這樣說 那就是要回歸祖國 這樣說台灣獨立 聽懂 而且他們也沒有能耐 他們也沒有能耐 把台灣侵占 占領 又搞內亂 跟我們台灣民政有一樣 人家知道我們是會成功的 中華民國就不爽 哎呦 你如果成功我就要出去了 怕一些人滲透到裡面來 搞分化 讓你們延後成功也好 延後了十年 好幾年 讓你們內部沒有信心 你們就自動瓦解了 中國人最會搞這個 你怎麼有信心 你今天有辦法來 什麼原因 大家都有福報 不是外面隨便亂講 人家就進來 我們來奮鬥三年多了 我爸爸還是第一屆的 初級班第一屆的 高級班第一屆的 奮鬥那麼久了 他一些朋友 他民政有還沒成立的時候 就先跟秘書長 已經在一起奮鬥了 外面很多我們親朋好友 四五年來 說不聽 騙人要無法無法 後來沒有福報就算了 有福報就進來了 哪一天他民政有成功了 我們都不理你 因為你根本不是愛台灣 再看 我們這隻客無效勳 你們如果是有需要的 就自己 去廁所 現在要講一堆 中國人自己講的 不要說我們都聽你講 跟美國跟日本跟英國 在那裡打槍 看你們中國人怎麼說 毛澤東跟季辛吉 曾經有談過一些話 毛澤東自己講 美國現在有台灣 1975年 對啊 所以美軍佔領有錯嗎 你都說美軍佔領 最好 台灣現在在美國手裡 要是現在美國把台灣送給中國 那我們也不會要 因為台灣現在要不得 那裡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 你說國民黨 中華民國 那當然你看 中國人很想要台灣 不過沒有用 不會扶 因為已經變成神聖國土 人家已經實施憲法了 誰叫你滿清國那麼浪漫 200多年的時間 你不敢給你 你就不要把它收編成神聖國土 你自己的老祖宗 你自己的阿公阿嬤 已經喪失那個機會了 你爹也都賣掉 割好人去了 你這孫子不可以仿然醒悟 啊那塊地 當初要是怎麼樣就好了 人家的東西 哪來換季辛吉 你自己就對毛澤東說 美國總有一天會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台灣問題 絕對不會擺爛 那大概要多久 根據這個國際慣例 大概99年 那現在才70年而已 還要29年 各位你可以再等29年嗎 不需要100年 99年 1975年 你也要換算民國 64年 75減11 民國64年 那你畫 台灣光復節花年故 全世界不知道你在喊嗎 有誰承認台灣是你的 所以結論 台灣主權在美國手中 好 台灣民政務 徹底研究清楚了 開始寫訴狀 控告美國 控告什麼 美國怎麼樣 先從人權開始 你忽視台灣人 基本人權 好 結果從2006年 一直告到2009年 三年來 定案了 美國 得到底下這些結論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我們無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是無效的 因為不是處理合法 自願意願 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國籍承認 我們自己也不是 無國籍 政治戀獄中 一天到晚 叫人去跟他玩選舉 玩選舉 就是在承認他的政權 承認你願意讓他管 還在美國軍事佔領中 那要主動協助 就美國要主動協助我們本土台灣人 你看 連美國都講話了 所以剛剛那些資料有錯嗎 沒有錯 大家要有信心 你今天是來對地方了 當然來對地方要持續留下來 你不要來來 還沒說 我們不要來 要太遠了 要太累了 排名政府要找4000個公務人員 排名政府已經訓練 超過4000個人以上了 只統計初級班 大概6000人有了 那6000人就超過了 你們要執政 不是啦 那6000人就有的人就說 我是來了解而已 我沒有要跟你們執政 我自己工作要做 那他就不準算了 還有人背叛 出去立門戶的 那都不準算 靠靠靠靠靠 就是不夠4000人 所以你們這次 如果你們都流下來 五十個都流 我們就多五十個 結果你們流五個 這幾就是五個而已 等於訓練五個人而已 那你要湊4000個人 真的很難湊啊 所以大家 好好思考一下 台灣這一塊島 台灣上每個人都很需要你們 最後來歐巴馬 警告中共高官 高官 你們如果敢對這個 菲律賓越南日本開戰 我只講六條 我就可以讓你潰敗 講真的啦 中共國 中國啦 簡稱中國 從來 都很想要台灣 很孝心的 可是他從來都不敢 武力侵犯台灣 因為在這裡 你只要念完這六條 就知道 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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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 家屬全部送往 送往基地 來扣起來 當人子 你又台了 又台了 要台進行很簡單 你們自己先清空 你們高官子弟 自己先 先溜回去 再來發動戰爭 如果是都要在美國 就要發動戰爭 你們都順口起來 這樣怎麼會受到 你如果是中國 看到這個你就點了 是是是 不好意思 來啊 看一下自非題 同盟國之一的ROC 表明說 他經常這樣說 都這樣說 根據開羅宣言 波子譚宣言 日華台北條 所以我們可以在台灣島 駐軍管理 治於台灣 用有台灣主權 對不對 錯 我今天思惠題都錯 來 請問為什麼錯 為什麼錯 對啦 他進來了 變成治於台灣 對啦 沒錯 他是進來了 也在管台灣 可是不是根據這些 這都沒有落後的 這都沒有落後的 他根據什麼 在這裡 麥克阿瑟 一般命令第一號 就先把他叫進來了 所以 中國人根本沒有能力 來到台灣 那些所謂的老牛 是坐美國軍艦過來的 美國軍艦也不要去他載 他們帶到共產黨台西條 再來 舊軍山和平條約 23條A 代理美軍 執行分配占領 留下 叫你們占 幫我美國占領 因為 日本帝國實在是 太多範圍了 占一瓶子 顧不去 再來 台灣關係法 順便保護 流亡難民 所以繼續活得好好的 然後呢 台灣人呢 就要一年七 十歲金 我們真正是 做老爲 你們這裡也有人做老宅 老宅比較好 老宅是什麼 公務人員就老宅 你們公務人員努力 現在要回過頭來 檢驗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有沒有台灣主權 有些媒體自己看 中華民國國際法 在1929年2月5號公布實施 那時候有所謂的國際法 就是有說 哪些地區是你中華民國的領土 那些人就要 歸屬在中華民國公民 結果沒有台灣澎湖 當然你會說 那當時就 日本時代 當然也是沒有台灣朋友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接受 再往下看 那2000年呢 2000年你們喊關戶解多久了 2000年的時候 西元2000年 重新修訂國際法 也沒有把台灣人 納入你的中華民國國際 你查看 真的沒有 你不是說你關戶台灣 你不是說我們中華民國的人 你國際法是怎麼沒寫下去 那老狗 老狗 現在誰誰誰 誰誰 他不敢寫 那就是他們打的東西 是要怎麼寫 來1947年12月25號 中華民國憲法公布 中華民國固有將於不包含台灣 1948年 沒有 1949年 那都沒有 那時候可能台灣都還不是他們的 那這個咧 1991年到2005年 你來多久啊 中華民國你來多久 你喊關戶解喊了幾年 疊加過七次 結果呢 中華民國先把第四條規定 中華的領土 不可變更 然後中華民國從來沒有表決 你從來都沒有吧 台灣島 寫在你的什麼 固有領土 你怎麼不可以寫 你都修憲 你不可以寫 改一改 你不敢寫 關伯就不敢寫 那偏偏台灣人 那台灣人就無奈 那沒辦法做主啊 那沒辦法做主啊 沒辦法做主 那來拚選機 不對 真的拚選機就不對 好了 中華民國齁 都是在騙 真的全世界最大的拚騙集團 在台灣 叫中華民國 用什麼在騙 用教科書在騙 用黨產在騙 用媒體在騙 來看照片 這一張照片 大家都看過 連歷史課本都看過 現在還有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什麼東西 這支美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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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中華民國的 這樣看出什麼 台灣官問題 台灣官問題 為什麼插這三個拚 我們感謝美國人 感謝美國人 放旁邊就好了 你中華民國也是要插上頭 你是主人 你在感謝你的客人 也是客人 不能做主人的位置 不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美國插在上頭 你比較中華民國 你看看 現在歷史課本還有 來 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人 馬英九 郝龍斌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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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官戶節 但不是去年 前年還是哪一年 最近的官戶節 不是官戶節 10月25號 他們說的官戶節 官戶節 他說插這支 你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插這支美國人 又要說你要感謝美國 你會不會感謝太多年了 他告訴美國 告訴全世界 沒有啦 我是代理佔領 老人家 大老闆在那裡 看懂嗎 台灣人都看不懂 看懂的人也沒有動作 你看懂了 就要來台灣民政府了 只有台灣民政府可以帶領 台灣人 回顧 他的國際地位 該有的正常國際地位 為什麼又撞掉 建都在南京 1912年1949年 這個是死亡碑 在南京 中華民國第一次死亡 在這裡 1949年 正式死亡 然後呢 蔣介石還要拔過來 那時候 類似流言當植物人 這樣 台灣人參與他那選舉 人工夫妻 延續中華民國的壽命 中華民國一直在消滅 台灣人的歷史記憶 拿證據給你看 先看1896年 再看1955年 1896年 1895年 馬關 下關條約 隔二年 總督 日本啊 日本政府啊 就下了一道公文 他說啊 就台灣島啊 那個廟啊 寺廟公願的保存 他說這是我們台灣人的 原本的宗教信仰 我們 我們不能破壞 不能損毀 要給人家保留 你看他多重視台灣人的思想文化 來 再看這個 1955年 已經進來了 中華民國進來了 寫什麼 關於神社 這個 排房 鳥居 受限登注 等日本人遺物 對我文化及民族 有聲音影響 通常要拆除 所以你看 日本人不跳 所以我們台灣島啊 西半部啊 有多少廟宇啊 啊這是 康西的啦 乾隆的啦 乾隆時代的廟宇啦 啊這東西 道光年間的孔子廟啦 有沒有 都沒有來聽到啦 啊你看過多少 日本時代的遺跡啊 這個公文把你打開了 你最好不要記住 有所謂的日本時代 有所謂的日本時代 有所謂的日本人 統治台灣人 你想我都不要忘記 通常去玩光光 就從頭到尾就是 通常是中國人就好了 從頭到尾就是 中國人在管台灣就好了 他要把這50年的基量 給你抹除掉 再拿證據給你看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哇你看 這現在什麼 本省現在積極 在消滅日據時期的遺跡 只要橋樑上面 有昭和某某年做的 通常給我改成中華民國 證據在哪裡 在這裡 金殿碧壇吊橋 昭和12年 改成民國25年 撈掉了 不然這個頂黏著 你們最好不要有所謂的 日本人 這一塊記憶 你把這50年 他要把你插掉 這個我和民國前13年 這個人是誰啊 他已經預言到 13年後會有中華民國 你又在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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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學不懂 你 有在什麼列記憶 有沒有 有 我看這 這什麼 東西城貫公路 中橫啊 這堂到這堂就成了 這是日本人 那老農民 那你老 很辛苦 開鑿了 橫貫公路 掛到這堂的 對不對 你如果說拓寬 我把它修復 我承認 你如果說開鑿 我就說 黑白說 有啊 哪有論文代啊 哪有講經過 還會去啊 你說你掛到這堂的 我又說你沒有功勞 掛到這堂也有功勞 對不對 你這個都不提 那你敢當 再來 這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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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中橫嗎 你如果去 花蓮太魯閣那裡 你都看得到這 那 那是你們中華民國來的 才有的 再看這個 這牆你知道嗎 這人去背山的 可能不知道 玉山啊 玉山最高峰 我現在是看這個 你現在看到是這個 那更早之前 你聽說是魚肉刃 才是魚肉刃 魚肉刃之前有這個 那日本人的遺跡 怎麼說出來才魚肉刃 那地震 然後又倒了 又重新蓋這個 有沒有在消滅你的文化 所以剛剛那個公文 是我造假的嗎 沒有 沒有造假 再看這個更好笑 卡諾啊 有 以前都說 紅葉哨棒隊 台灣哨棒搖籃 對不對 多麼可憐 刺腳 用輪胎 我跟你說 那是你們中華民國來的 這麼可憐 日本時代 哪有這麼可憐 對不對 那是你們中華民國來的 台灣資源 他們都拿回來 你們中華做國公內戰 那是你們高官啊 也AE卸掉 那以前都不知道 原來 日本時代就有棒球 我叫他們說 這些台式有棒球 都在消滅你的文化 這日本時代真的過得很好 可是我爸爸媽媽 他們是官戶 官戶前後才出生 因為他們生長的時候 都很窮啊 都赤腳啊 對啊 皮血啊 都不敢穿啊 都拿在手上啊 然後就進學校啊 到廈門口再穿一下啊 進教室又拿起來 對不對 哇 苦苦人喔 原來就是 中華民國搞得過了 來 越來越進爆 現在你看一下 蔣經國和蔣介石 怎麼說台灣地位 都別說我講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講 我這兩節句我都沒講 我都是別人講的 我只是比較 比較假步 後面的資料 給大家看 來1949年 1949年 齁 來換算一下 民國38年 齁 6月18號 蔣經國他日記 這樣寫齁 阿爸 對我說 英美孔瓦不能固守台灣 點點點 使太平洋海島防線 發生缺恐 吉摩 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你講經國說美國管理啊 那你怎麼說你擁有台灣 怎麼說台灣觀護節 你看 台灣觀護節 是用來騙台灣人的 所以10月25號 我強烈建議啊 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10月25號 改成台灣愚人節 蔣經國就說要還給美國 怎麼說你關護台灣 還是你們蔣經國 把他打下去了 來 兩天 6月20號 蔣經國又寫了 父親 您拔了 接貨我駐東京代表團 來電報告 稱 門軍總部對於台灣軍事頗憂慮 有將我交營門國或聯合國 戰時關係 你把台灣搞爛了嘛 228嘛 然後通貨膨脹 4萬元一塊嘛 對不對 美國人也後衛了 垂胸頓足 喔 怎麼會變這種 我雖然是戰勝國 我怎麼跟日本怎麼交代 啊 所以美國其實他們也很不放心 所以我們台民政府 搞這麼久 美國為什麼沒有就這樣子 全力就給你們了 他也害怕啊 你們能力到底夠不夠啊 像這些啊 蔣介石帶來的都阿薩布魯的啊 都要唱而已 要討而已 要吃而已 你們台民政府 如果有那些人 腦袋不是很清楚的 我交給你們 那你們推治理台灣嘛 所以要上課上課過五關啊 現在還在上課啊 說實在啦 那多少人都拚四年 拚三年 你們才來而已 你們都很好運 多少人打死不退啊 他真的愛台灣 來換蔣介石 蔣介石跟蔣中正有什麼關係 台灣人 錯亂 來 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 1949年 1949年 宣布辭職 因為當時就是 國公內在馬上 騎死了 趴死了 辭職 重點來囉 12月 辭職之後 李宗仁繼任當總統 李宗仁是中華民國最後一任總統 來李宗仁呢 進香港 台灣美國 沒有來台灣 所以講真的 剛剛那一根死亡碑 南京那一根死亡碑 1949年 就這 因為你們現任總統 已經離開自己的領土 國土 而且再也沒有回來了 那不叫王國嗎 不然叫什麼 所以講真的啦 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來到台灣 他從來都沒有流氓到台灣 他是直接到美國 然後就消失了 所以講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講真的 太台舉中華民國了 他根本就沒有流氓來台灣 現任總統有來台灣嗎 沒有 所以他怎麼可以叫流氓政府 再講一句話 太台舉他的 來 蔣介石1950年 3月1號 結果他來台灣 他總 他就沒有回來了 他總說 頒發一個命令就是 復刑事事 我蔣介石 復刑事事 我繼續當總統 我問你 全世界有這種例子嗎 你已經卸任了 就說當總統就要站上來 沒有了 你也要重新民選 哪怕是國民黨會選 你也要有一個程序 我沒有站起來 他就是總統了 全世界也沒有這種例子 所以他說他自己是總統 他自己發送的 我相信全世界也沒有人承認 然後恢復 執行在台灣的門軍元帥 然後在公開場都穿軍服 你看 他就是在騙人 台灣人看不懂 他告訴全世界 我沒有佔 我不是 我沒有擁有台灣主權 我是軍事總督 我是帶領美國佔領 可是台灣人如果看到他穿軍服 請問怎麼解讀 我們偉大的信通常講 隨時隨地都無妄再舉 要反攻大陸摔穿軍服 都不敢怎樣 人不敢卸甲 馬不敢卸安 隨時隨地 槍聲一響就要去衝過去 反攻大陸 這樣真的很好解釋 非常感人 其實都騙 其實都騙 沒辦法 同樣的一個表象 可以這樣講 可以這樣講 他說都騙不懂 來 陳陳我聽過 陳陳我聽過 陳旅安贏拔 陳旅安聽過 來 1949年陳旅安 陳陳贏拔 在說什麼 要讓台灣成為一個 復興中華民主的堡壘 來復興中華民主的使民 說要建設堡壘 這個蔣介石聽到了 十三號 被鋼了 馬上告訴陳陳 台灣在對日合約會成立之前 不過是我國一個 托管地帶你看 托管地帶你看 怎麼可以說是要來 繳共的堡壘 民主復興基地 我看到沒有 全世界的人 包含中國人 包含你們的領導人 都說 他們沒有擁有台灣主權 現在台面上 那些中華民國那些高官 那些國民黨 那些馬英九 那些相關人員 你們憑什麼的資格說 你們擁有台灣主權 再來 1950年 蔣介石在陽明山 對他的文武百官講 題目 父子的使命 有些復興事事 我又做總統了 我們的中華民國 在去年就騙起了 淪陷了 我們都成了亡國之民 誰講的 蔣介石自己講 那後來他要逃亡 因為一直把台灣搞爛了 美國要把他趕走 你好像 來 美國國務院就向菲律賓 敬禮諾總統詢問 要不要接受蔣介石 跟他的官員到菲律賓流亡 這個有答案可查的 今天如果是台灣官務局的事就要去照 請問菲律賓怎麼回答 菲律賓說 好 兩天 給他兩天 兩天為什麼要逃亡 意思是說 你不可以來 沒所在去 美國要去 我們就二次大戰通門國 基於人道 好啦 好啦 我們家就一間空房間 給你睡 給你住 住七十年 來 看一下228事件 這是小插曲 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1947年 產生228事件 美國報紙有寫 美國外國人也不是很清楚 他說600萬的島民 絕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他們歡迎中國合併 結果不知道怎麼搞出228事件 奧子這樣寫 結果你看外交部 糾正 台灣人是中國人 這個是中國人講的 其實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是原住民 從明朝 鄭成功以來 很少 或者沒有被中國統治 很少被統治 或者沒有被統治 所以講真的 鄭成功來 主要是管理他那些部署 然後他需要人手 就找那平埔子的 一起跟他 幫他開墾 那如果不爽 鄭成功就一路殺 殺到 往北部殺 殺到中部去 中部有些大 大度亡國 大度亡國 那叫大度亡 大度亡國 他總是一個小部落 大概有12個部落 是大度亡國 統治的 大度亡國 如果他有辦法統治全台灣 那麼我們台灣島 就真正是台灣人民的台灣國 結果沒有 我們 我們 做日本人去也沒關係 你老鄉主 你也可以去查 查資料 查鄭成功 查大度亡國 你會滿肚子的火 我只有這樣子而已 看一個 台灣民主國唐靖松 不要聽過 那 台灣島如果 發生了危險 有難的 我告訴你 只有台灣人會救台灣人 中國人不會救你台灣人 拿例子給你看 劉永福 來 那個 加油戰爭 下關條約 應該要講下關 不要講馬關 下關條約 因為下關是地名 馬關不是地名 下關條約 就簽訂 我們台灣島 唐靖松 成立 台灣民主國 劉永福 秋風吉 刺死一下抵抗 來 這叫你知道嗎 日本人一進來 這 中國高官都選了 從來都沒有抵抗 他那些小官兵都選了 可是歷史書不是說有抵抗嗎 有 有抵抗 本土台灣人 刺死 抵抗日本軍的進來 不是中國人 你看看 來 劉永福在戰爭中化妝成老虎 拋棄士兵 逃亡 還虛構 劉永福 勤獲華山之際 老虎 不一樣 人工也聽不懂 不是他們 他們的 典故是他們 不然人工 所以怎麼可能 保護台灣人 一天就來這裡 吞打而已 回去 怕什麼事情 捏過事 華山之際 至少要把華山之際 砍了 華山之際是誰 日本在台灣第一任總督 那外條條 人也沒辦法 捏走 他怕當局處罰 你看還沒捏走 真是好笑 這也開始附帶了 二八事件的東西 你看 美國情報人員駐台秘密電報 中國人甚至說要驅離 六百萬本土台灣人 中國人說 這些人肯定不是中國人 所以我們台 正常 你都日本人 台 他們真的跟美國講 可以再走嗎 可不可以再走 台灣清空 讓我們中國人來就好 你們真的要 本搜 看一下 換美國歷任總統 怎麼講這些 杜魯門 艾森豪 卡特總統 台灣第一 美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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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台灣要恢復國際地位 第一步 一定要去找 美國 美國 當然啦 找美國 誰去找 東華民國 不可能 一定是本土台灣人 繼續找美國 救台灣人 可以救台灣人 那 恢復成大日本帝國 有一部分的臣民 那是第二步 因為日俗美戰 要解這個結 第一個要先解決 美國的問題 那美國要同意 美國要同意 台灣島才有可能歸還日本 因為它是戰勝國 所以第一步 找美國 它要處理 它要處理 拖到現在 這樣撞不住 看一下這個 中國的報紙 來 1949年 1月19號 香港大公報 東京航訊 門軍統散麥克拉斯 台灣現在 還不是中國正式領土 南京垮台後 中共不能進台灣 美國要協助台灣獨立 要基管美國 協助台灣獨立 因為那時候 他們也不清楚 因為戰亂 我們也是 那時候在戰亂中 所以到底 日本天王有沒有頒布招數 日本憲法 跌台灣島 其實全世界也不是很清楚 和平憲法也還沒簽 所以當時他們想說 可能是 台灣人 應該可以搞獨立 那後來不對 至少他們 至少你從這個地方 可以看出來 可以看出來什麼 台灣不是中國的 所以不是官戶節 不然怎麼沒有說 直接救給中國了 為什麼還要協助獨立 你看懂嗎 那1949年1月22號 何重設跟他講 蔣介石如果來台灣 逃避中共保護 在台設立 流氓政府 那麼他將是個 非正式屬於中國領土 你看不是中國領土 根據開羅宣言 中國對台灣 了不起就是管轄權而已 回去開羅宣言去找看看 網站有 網路上有 各種版本 中英文版本都有 究竟我們合約也看看 有言一條一條來流 你就發現 真的 真的 中國美國都在騙 騙 騙啦 來啦 繼續來看夜公超 夜公超聽過嗎 外交官 中國美國外交官 1951年的時候 那時候準備簽訂 日華台北合約 為什麼要簽訂 日華台北合約 因為 管理人 要管理權要交給中華民國 那要跟日本簽個合約 那這個是美國要求的 比如究竟 和約生效之前 要先簽 來 那夜公超 去參加會談的時候 有提到 美國人就說 這個藍青就跟他說 你們在行日華台北條案的時候 在研你任何方案 你們要注意 避免使用技術上的詞句 暗示 台灣 已經因為簽訂條約 變成中國領土 你看 不可以 避免使用 你不可以 避免使用 台灣是你們的 不准亂 不准這樣寫 這個案是什麼 你中國沒有台灣主權 你中國沒有台灣主權 那就對了 那這個中華民國 竟然對台灣人 中國不友善 你為什麼還留他 為什麼還留他 對不對 然後 美國軍政府 也說要讓台灣人 治理台灣人 對不對 他協助我們治理台灣人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咧 為什麼還要給那個中國人管咧 所以各位 各位未來的同心 老了來 繼續奮鬥 來看一下日華台北條的 簽訂之後 中國人到底怎麼講 來1952年 外交官 夜公超 在立法院開始解釋 台北條的第十條 他說 究竟我們合約 並沒有規定 把這些島嶼 歸還中國 你看 你看 所有的人都說 沒有 蔣介石 蔣經國 連這些高官都沒有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的主權 你看 只有什麼管轄權 你們自己講的 當時的立法院的委員 結果有人問 那不然 台灣和澎湖是什麼地位 夜公超就跟他說 事實上這兩個地方 由我們控制 但是微妙的國際形勢 他不屬於我們 你看看 不屬於我們 日本沒有權利 把台灣跟澎湖 移轉給我們 就算他們有意思 我們也不能接受 欸 看有沒有 看沒有 你如果沒有來 民政委突出你這裡看沒有 為什麼說 沒有權利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天皇已經喪失了 喪失了 喪失了 權利 他的權利已經被 舊金山和平條約 把他全調起來 就是說 像說 他的土地 他的土地 去用 去用查封 不可以變賣 去用地獄 設定成不准變賣 也不准過問 啊 時間 搞不好 六歲金 這樣 所以他就 所以他就沒有 沒有辦法變賣 沒有辦法轉移 所以你看 就算他們有意思 我都接受 所以都被舊金山和平條約卡死了 所以 日華台北條約跟舊金山條約 誰比較大 當然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日華台北條約要聽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內容 別家看出來 流亡流亡 中華民國 沒有說是流亡 其實我剛剛講過的 講他是流亡政府 太抬舉他了 好啦沒關係 就當做事好了 畫過了都變事 那怎麼證明他是流亡政府 我來證明給你看 至少 至少不要說他擁有台灣主權 那我都可以接受 他是流亡政府 從哪裡看出來 從他綠色護照看出來 這個什麼人 這個達賴媽媽的子民 西藏 在印度的流亡政府 達賴媽媽的子民 他們拿綠色護照 因為達賴媽媽算是流亡政府 所以拿綠色護照 那你也拿綠色護照 對啊勒推啊 人流亡政府你就流亡政府 你有錯嗎 不是啦 綠色護照是環保的意思 那全世界都用綠色護照就好啊 對不對 有些人都回答就很莫名其妙 你如果不來就聽說 對喔 環保你就回去了 那如果翻過去 就要塗了 所以你要來塗塗 那你們剛剛都拿了新台灣論 那本哪一堂 我來民政有 上過初級班之後 其實那本書我們都照著有 因為我們把第一期初級班 他就買了 那我那時候也不是 新台灣論 我看兩天了 我就斷了 我們把他更長 他就更長 欸楊先生 我現在有一個新的政府 要代替中華民國 你要來了解一下 他電話這樣講 我說哼哼 不要碰他 真的過很久都不要碰他 結果他找我們兄弟 我們兄弟就來了 我們兄弟坐在後面 現在坐在後面 他就來聽了 他聽了聽了 他聽了聽了之後 他也不一樣 天天就回去了 他到了高級班 他才覺得說 應該要告訴哥哥的 不可以再到我看 那我才聽他講 我才上初級班 上了初級班之後 我等於那本台語心台論 我開始看了 那本台語我看幾個面 所以現在上台的講師 其實每個人都 新台灣都看了很多次 每個講師 都是考過軍手資格 才好上台 當講師 因為你了解 你們要回去看 所以綠色護照 不是環保醫師 難民 流亡 來 找給你看 這綠色的 這是什麼 可麗 韓國 南韓北韓拿綠色護照 對啊 你們都分裂國家 流亡政府 分裂國家 主權有問題的國家 就是要拿綠色護照 你們拿綠色護照 到別人國家去 那個海關的眼鏡就回來了 那些流亡難民來了 要注意喔 沒有進來 進來的時候 國內漏漏漏 有時候抓沒人喔 因為他國家不好 不安定 所以他要逃亡 他要給你頒發綠色護照 他去看 綠色護照 這等一下來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 我們拿綠色護照 吹花架 真的有時候被刁難 那他要含 紅色護照跟藍色護照 那藍色護照最好 那就是美國跟加拿大 因為他們老百姓這樣 過得很幸福 他們都覺得自己的國家 非常的讚 第一流的 出去之後一定回來 所以不會當偷渡客 不會到別人國家怎麼樣 所以給他藍色護照 那一般國家就紅色 你看這個 中華人民講過 這是什麼色 他們算咖啡色 其實就是屬於紅色系列 主權完整的國家 明確國家 統一的國家 不是這個 紅色或者藍色 如果 中國 如果世界上有兩個中國 就好像世界上有兩個南北韓 那麼兩個中國都要拿綠色護照 其他中華人民共和國 拿紅色護照 世界承認他是唯一中國 唯一的合法中國 唯一的合法中國 當然拿紅色護照 那你中華民國算什麼 綠色護照 自己解讀 時間有限 舉例 全世界有真的有流氓政府 只有達蘭來嗎 這二次大戰 這麼多國家被德國打敗 他們的政府 都跑到國外去 設立臨時政府 臨時流氓政府 韓國在上海 克里亞上海 國家 然後外面的城市名稱 法國也被打敗 被德國打敗 跑到倫敦 Friends London 比利時也被打敗 跑到倫敦 有沒有 波蘭被打敗 跑到巴黎 有沒有 他說你Chinese 台北 你Chinese 台北 流氓 對啊 中國的流氓政府 Chinese 中國的 老人的台北市 別人都流氓政府 你不是 噴嚇 看一看 2008年馬英九宣誓當總統 這個跟這個一樣的地方 沒有 那哪裡 我不知道 從就職 宣誓都在這個地方 2008年 這個空空沒東西 這裡沒有任何東西 2012年怎麼跑出這支旗子 這支旗子報紙有 新聞電視都有 這支跟中華民國國企 這支不是 這支 又不再看出來 中華民國發言人說什麼 沒有啦 這是搞創意啦 搞創意 我問你 總統就職典禮 是多麼神聖隆重 你當成在原油會 家裡華會在搞創意 他在告訴全世界 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沒有中華民國做國家 我們也是只是代管而已 你知道嗎 台灣人你看得懂嗎 你看不懂嗎 流亡政府 好來 都沒有提到民進黨 現在來玩弄一下民進黨 不是玩弄一下民進黨 來批評一下民進黨 民進黨在成立之前都說 他要推翻中華民國 他要獨立建國 口號非常好聽 我們也全力支持 可是幾年下來 民進黨跟國民黨 在中華民國體制之下 玩選舉遊戲 搞官商勾結 搞政治利益分章 民進黨已經忘了他要出裝了 他死報活報中華民國 找證據 建國一百年流氧六十年 建國一百年流氧六十年 這是什麼人 蔡英文 這是什麼 蔡英文 這是什麼 中華民國流氧六十年 戰後台灣國際處境 台灣教授協會 出的 蔡英文專文 蔡英文沒有選總統的時候 都說中華民國是流氧政府 而且這本書很厲害 跟新台灣論一樣 600多月 有十幾個學者 研究之後 結論 流氧政府 蔡英文背書 蔡英文寫第一篇 他也說流氧政府 這個選舉的時候 他說什麼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應該死掉了 你也可以到YouTube搜尋 他真的有講 中華民國是流氧政府 他真的有講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同一個人 相隔沒有多久 講兩種話 你要聽哪一次的 人家應該很不喜 你還支持民進黨 你看 民進黨帶領台灣人 很小的 加入聯合國 什麼獨立自決 建國 重返聯合國 這不好 台灣獨立建國 正名自憲 半公投 來 先問一下 自從 李登輝當總統之後 台灣人開始吵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我們要充滿聯合國 我們才有國際地位 然後就開始每年都去 至少去了15次 到了馬英九當總統 2008年就再也沒有去了 那為什麼 只有台灣人當總統的時候 才有去 為什麼正正中國人當總統的時候 卻沒有要把中華民國 帶進去聯合國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 中華民國已經 已經瘋了 現在繼承人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現在 聯合國的席位 還是China在做 China這個席位 並沒有 並沒有被拿掉 只是換另外一個人而已 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習近平 除非你把習近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拿掉 你中華民國 我們才有可能再進去 我們無負責基本就無效 我們又負責 反正去聯合國出頭 那空了不會背景 來 舉個例子 1990年還是1989年 我已經忘記了 反正那時候就是 蔣經國已經死掉了 那台灣人開始要吵了 吵進入聯合國 然後就有兩個人 自願公開在電視上辯論 討論 台灣要不要加入聯合國 一個民進黨叫謝長廷 他說 台灣 中華民國要加入聯合國 我們是生命共同體 從那時候延伸出來 另外一個 反方 就張孝顏 蔣孝顏 他說 中華民國不能加入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是自取其路 好 開始辯論 當天電視全程轉播 隔天報紙 全版都有刊登 你會篩查 你聽聽 你光看他的題目就好了 奇怪 當時想說 你這張孝顏 你是怎樣 你不是中國人 你不是中華民國的 怎麼說不要加入聯合國 哪有人自己自動放棄 不加入聯合國的 我來台灣民政府才恍然大悟 喔 他們中國人走就知道了 那中華民國是個假國號 那是騙大家人家用的 哪有可能走入國際社會 哪有可能加入聯合國 但我們共同的人不知道 你有比喻嗎 所以無責都沒效 如果有效就有效 所以不用算了 那外面都有 像這個 台中火車也很多 很多火車也都採集中機 這都採集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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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 這就是我們這邊出去的 我們已經很難 要去找人來 已經很難了 要來這邊搞背叛 出去另外創立一個什麼 什麼政府的 還給網路被人插封了 居然把人插封了 來 民進黨 台獨 台獨建國 理論派的一個大師 叫做陳隆之 我當時還在下部座 一看到下部座 我看了之後都覺得很亢奮 那有一個這麼厲害的台灣人 把這個台灣的地位 跟國民黨跟中華民國 做了這麼分析 這麼仔細的分析 現在時候看看 都在放肥 這樣講得很難聽 來 看一下來 陳隆之 他就是不 不敢搞革命 一天到晚就要 他就要宣布獨立 搞公投的自治憲 然後參與中華民國選舉 然後他就說 我們已經怎樣 因為藉著這個 重新的選舉 有自己的國號 有自己的總統 所以我們已經怎樣 蛻變成什麼 真正的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就要怎麼說 因為那種選舉 有選自己的總統 台灣人已經做主了 自然演變成什麼 進化成主權獨立國家 要他講 台灣人都公平 不然有這種自然演變的 不然你要舉例 世界上有這樣子的嗎 更何況 台灣不是無主地 台灣島是有人的 日本天皇的 你怎麼有人問過 為什麼 為什麼就要問日本天皇 為什麼台灣人 就不能自己做主 不然你拿 土地所有權壯給我看看 有要問大家 土地所有權壯啊 不是你們大的土地所有權壯 這個領土的所有權壯 是什麼人的 要有一個代表人 拿不出來 搞投票 那就是獨立國家 那也可以投票 大家都喜歡美國 來投票 超過一半 那今天就變美國人了 哪一天聽說日本也不錯 大家來投票 超過一半 那都變日本人了 主權在民 用投票就好了 全世界都亂了 喜歡當哪一國人 投票就好了 不行 都來黑白家 你看像這個 出去為什麼要用這個 出去為什麼要用這個 全世界就是台北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只是在台灣打騙台灣 外面他當時要加工 他是中華民國 你們說全世界就是台北 所以都告訴全世界 流氧政務 你看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的拔河隊 要穿這個什麼 國旗裝 好 我給我國旗出去 我就把他穿到的穿褲子 看你怎麼給我脫掉 愛國成這個樣子 台灣人要愛國 愛錯國很好笑 中華民國是你的國家 要怎麼穿出去 你這樣代表你愛國嗎 我告訴你 這樣做是在害台灣 你是在告訴全世界 你喜歡被中華民國管 來看一下 為什麼台灣人會封一個流氧選舉 還拿著他國旗到處吶喊 人家 中國的陳雲林來 中共高幹來了 人家都中華民國 都把國旗收起來了 結果這個民定黨找人 找人 弄台灣人 衝出去拿國旗 這樣說 愛國旗 因為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樣說 陳雲智 我們國號的中華民國 好好保護 今年 太多 這種少人 背著國旗走天下 三太子走天下 你看金字塔 你看 紐約美國 六六十 插國旗 愛國 你在跟人家講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被流氧政府管 管得很happy 告訴全世界 繼續管我們很happy 我問你 如果美國人看到 你們那麼喜歡被管 我美國人走了 對不對 所以 台灣能力影響高 空 只有一群 台灣人高喊 我們不要被管 我們要脫離 中華民國 台灣民政府 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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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時間有限 時間已經有限了 除了這個 後面再說 不要再做選舉了 選舉都花了自己的錢 你看蔡英文 一個人就領了一億八千萬 他不用再上班了 那光這個就吃不完 對不對 國民黨 黨庫增加2.9億 黨產已經夠多了 他還抽我們的稅金 你投票 就順便抽稅 抽到他們的黨庫去 抽到他們候選人口袋裡面去 今天的課只能到這裡 謝謝大家